在川普確定重返白宮的第一時間 網路上面很多人就在討論說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是不是要緊張了 因為川普曾經多次表態 反對軍援烏克蘭 他上臺之後 會不會說到做到 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今天我們邀請張福昌老師 來到現場討論 張老師 我們最近兩天看到這個 川普公布的國安團隊 幾乎全部都是跟他同樣立場的人士 尤其是這個情報總監 曾經遭到烏克蘭政府強烈批評 說他是不是領這個俄羅斯的薪水 這個這個梁子結大 是 那再加上川普曾經放話 二十四小時要停止烏俄戰爭 你覺得川普會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來兌現他的支票 是 川普這次所選擇的國安團隊 都是支持他的立場 都是非常忠誠的一些國安顧問 或者是國防部長 甚至剛才講的那位女士 都是非常挺川普的烏克蘭政策 那他們都有一次的立場就是要儘快結束 這場戰爭 而且他認為說拜登政府是站錯邊的 怎麼會去支持這烏克蘭 那吃亂花錢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要趕快結束這場戰爭 來做其他事件 但是要多快 他們都沒有說出一個一個時間 只有川普他很篤定的 說二十四小時之內要結束這場戰爭 那我是覺得說要結束這場戰爭 二十四小時是不太可能 他不可能打一通電話 或用黑箱的政治決定 來結束這場戰爭 對 這個政論司機跟普丁都不會同意 最起碼要透過一些談判 由他來主持的一些談判 那這樣的話 一走下去的話又好幾天 甚至好幾個禮拜 甚至幾個月 所以他二十小時要結束這場戰爭 只是一種形容 他會不會推動在上臺之前 就職之前他就先談判 我想他這拜登政府 他不會同意的 現在還是在拜登當家的時候 他明年的一月二十號 他上臺之後 才有可能去全力去推動 他充其讓他只能夠現在 在這個時候去放出他一些 和談的一些方案 比如說他現在透過紐約時報 講的一些方法 就是說現在被俄羅斯 占領了烏東烏南的一些 四省的領土 所以以後就是 就歸俄羅斯所有 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說 要你割給他 可能就變成一個非軍事區 就是很模糊的帶過 他會慢慢去先去減少 對烏克蘭的援助 譬如說他之前拜登政府 所承諾的五百多億 六百多億的錢 會慢慢的去減少減少 讓他自然而退 那普蒂娜會利用這個時間 會大力反攻 去佔領擴大他的一個土地 土地的佔領 普蒂娜在講得很清楚 最近就加強攻勢 對 他加強攻勢 把四個州全部佔領完之後 那最後希望川普能夠自殺 讓他四個州合法化 併住俄羅斯 那逼著這個烏克蘭來上談判桌 還有這是領土的部分 還有俄國其實最在意的 當時這個宣戰的藉口 就是不想讓他加入北約 那你看看起來 烏克蘭好像不太可能加入北約了吧 至少在近期之內 我的觀察是 這就是已經死了心了 因為北約的話 也說得很清楚 你現在在戰爭 而且而且現在的狀況 也不明朗 所以他這條路此路不通 但是他會一直要 需要說北約 或是歐洲聯盟國家 能夠再度頂替這美國 美國的資源 加速給烏克蘭資源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們看到說 一個不幸的一個結果會出現 就是說烏克蘭絕對會也全力會大反攻 來抵抗俄羅斯的一個公式 所以所以史上 應該會很慘烈 是的確 就是如果說到時候 這個合約簽下去是現狀 就是誰拿了誰 然後就拿不回去的話 當然現在要抓緊機會 大反攻 那這個拜登 有沒有可能在卸任之前 做出他先前 猶豫不決的政策 也就是說 准許烏克蘭使用美國的武器 來攻擊俄羅斯本土 我想拜登 他是一個很理性的外交官 出身的一位總統 他不會讓這個戰事擴大 所以說這是 他必須要承諾 為之他從頭到尾的承諾 所以戰事擴大 並不是他想樂見的 所以我想說 他應該不會來做 而且他現在是所謂的 看守政府 看守政府在 政治學上面 他們有個很高的一個標準 就是說 你不行做重大的外交 內政的一個 一個政治推展 所以說他這一步 我想應該 他會保留才對 好 老師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烏鱷戰爭 導致全球性的經濟問題 那這兩年 已經讓好幾個國家的執政黨 在大選挫敗 我們知道德國 也將在明年二月 提前大選 你覺得戰爭 接下來的發展 會如何影響 這場德國的選舉結果 這場戰爭對德國 當然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現在在執政的 這個蕭茲政府 他是支持烏克蘭 那烏克蘭 他很大量的難民進入德國之後 造成很大的內政問題 所以一般德國人認為說 應該要不要再去支持烏克蘭 然後儘快讓這場戰爭去結束 原來風向已經變了 所以所以 而且他現在明年的二月二次 要選舉之後很篤定 應該是基民黨的 Fritish Mears 他會上台 那現在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說 他一直在討論的金牛座 這個導彈飛彈 能不能提供給烏克蘭 那Mars 他曾經講了一個條件 就是如果說普丁不停止 用導彈飛彈攻擊人民的話 他就會提供這個金牛座 導彈飛彈給烏克蘭 而且如果說 按照德國的一些組合新政府上台的一個經驗的話 明年二月二次要到選舉 那大概三個月之後 五月底才可能出現新的政策 Mars才能夠上台 所以他這些所開的這張支票 也必須要等到六個月之後 才能夠兌現 好 非常謝謝張老師的分析